欢迎回到麻辣下午茶 我是黄荣 那么我们平时呢 都是一步开水的 这个水资源在南加州 到底是怎么样运动 或者是我们水资源 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吗 今天我们有请到了 南加州华人环保协会的会长 佟卫星博士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你好 佟博士 你好 周志南你好 那我们刚刚我讲到说 这个资源 是水资源 其实这个地球70%都是这个水 那是不是这个 我们可以大概讲一下 没有错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世界上地表是很多的水 但是这个里面淡水不多 就是一些你看我们的海洋 海洋里面水很多 但是不能被淡水引用 不能直接引用 所以实际上淡水资源地表 实际上是蛮期缺的 尤其是对于一些像干旱地区 像我们南加州就是这样 降雨量比较小 那么对水资源来说 是非常期缺的 那么我们南加州 在管理水资源方面 包括地标水和地下水方面 做了很多的工作 在美国也是做得非常先进的 对 那您刚刚提到地下水 南加州的地下水 因为我们南加州本身 就是降水挺少的 这地下水来源或者是一些状况 给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是的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实际上生活在南加州 我们阳光灿烂 对吧 这边都是非常好的气候 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的降雨量比较少 那降雨量少的时候 就是我们人工 就是依赖天然的这些供水的 这个饮用水的水源就不足 那么南加州这地方做了很多的工作 一方面是通过这个吊水 地表水的吊水 从我们的北加州吊水 另外从东边 从克拉拉多河吊水 这是一个地表水的部分 那么很大一部分 还有就是从地下水 我们好在就是个 尽管我们降雨量不多 但是我们有一个丰富的地下水水源 在我们南加州 南加州在这个 充分利用这个地下水水源方面 做了很多工作 在全美国做的比较先进的 那做了些什么具体内容 比如说 首先是我们对这些地下水盆地 有非常好的管理 这个管理就是说要科学的管理 包括说首先是我们对这个地下水盆地 有一个科学的了解 就是说我们的盆地 到底蓄水量有多少 那么它的可以安全提水的 这个总共的量是多少 那么在什么时候取水 比较最科学 取完了以后怎么样来补给 就是通过有效的一些补给的方法 能够使得这个地下水盆地 一直是有水 另外还要在同时 要防止有一些 比如说海水入侵 采取很多的措施 来防止海水的入侵 那么使个水 但这个变咸了以后就不能用了 所以这个采取了很多的措施 对 在管理上面来说 我们这边有一整套的管理系统 不光是说政策 还有一整套的机构在专门管理 政府也好 还有民间的都有在管理 那这样的话 民众就会喝着比较放心的水 没有错 但是很多人又说 这个洛杉矶的水质 其实并不是很好 很多人都担心这个问题 正好跟我们观众来说一下吧 对 实际上民众不用担心 这个州政府或者是说 整个是政府管理供水 这个方面是做了非常严格的管理 那么从供水单位 向居民提供的这些饮用水 完全是达到标准 不管是地标水也好 还是地下桌上的地下水 都是要达到饮用水的标准 才能够送到客户家里面去 所以这个水的问题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安全性是没有问题 那还有就是说 我想知道这个地下水 是主要应用于什么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下水 可能是主要应用于我们饮用水 还是说其他的方面 这个问题提得相当好 这个要看地区 你像我们生活在南加州地区 这是大都市地区 那我们这边的地下水 基本上都是用来作为饮用水比较多 那么在我们往中边 这个加州的中部区 我们大概都知道 那边是一大片的农业区 就是大谷地区 就是Gray Valley地区 那个地区的话 也采用地下水 但它那地方采的地下水 主要是来农业灌溉的 所以这个不同地区 它的用途会不一样 那么我们像南加州 也有一部分的水抽出来 如果是工业来 做工业 作为一些加工 还有其他方面用的水 但是很大一部分的量 是用来作为饮用水的 有些城市的话 甚至于百分之百的饮用水 就是来自地下水 那如果一旦地下水 受到了污染的话 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是 这个地下水污染 大家知道 很难处理 是非常难处理 但是我们就是要 花了很大力气来保护它 发现了有些局部地方 那些污染 我们要马上控制 另外要及时清理 所以这个州政府 下了很大的力气 包括这个人力 物力 财力 方面花了很大力气 就来保护我们的地下水 所以你们以保护为主 是 对不对 对 主要是以保护 预防和保护 那么同时 如果发现有污染了 那就要花大力量 要清理 要把这些污染的水 把它要进入清理 达到饮用水标准 然后再来实施 那所以其实民众也是 主要要节约用水为主 对 节约用水 当然了 肯定是 因为我们这地方 本来就是期缺 对吧 在我们能够科学的利用 地表水 那个外引水 另外地下水的同时 我们还要是来 要节水 好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所以也是再次提醒这里的 这个南加各个民众 我们在这个水资源 比较的缺乏 尤其是在这个南加州 阳光明媚的地带 那么也是希望您节约用水 好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 要两日本的地带 � 可能 时间 咬ись 就到 咬 Outside поч